Hello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讲讲选委会选举和台湾相关的事情 原先政改第一炮出笼,选委会选举落幕 单看周一股市的反应,地产股暴跌,行刺跌过1000点,收跌821点 不少大地产股跌超过10%,就知道没有人敢骂选委会选举 过去1200人的选委会反对派占300多席,地产财团和相关人士占200多席 冲击过半数600席的临界点 由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对势力暗暗合流 这就是本地政局不稳的根源 而特首为求连任,政策就只能向泛民和地产商倾斜 好了,阿爷出招,选委会产生的方法大变 新界1500人的选委会变了天 现在的选举结果可以这样去总结 第一,反对派全面出局 过去专业组别是反对派的票仓 特别是教育界、法律界、社福界 差不多被反对派组成名单完全囊括所有席位 在新选举制度下,这些界别首先是席位减半 之后再有一半由指定团体提名就不用选 剩下的就是等于过去大约不足25%的席位才可以选举 但是选民大多数就由个人票变成组织票 结果,在法律界和教育界,主流派的名单存取所有席位 唯一竞争比较劇烈的是社福界 有23个人竞逐12个议席 主流派名单社福添动力10个人出战,有7个人当选 换言之,这个有12个席位选举的界别,就有5席外留了 但是唯一一个民主派,西贡区会主席周延明组成的 志同道合七子,这张名单全部落选 另外,只有老范文迪志远,在末席就是三个人同票 结果三个抽两个,他客运地抽中可以入局 在新制度下,没有祝福者很难胜出 而反对派基本上大多数是放弃参选 少量照样参选的人就绝大多数出局了 以传统意义计的反对派全面拜北 由上届近330席,变到接近零 第二个特点是地产财团的势力大减 起提名期间早已传出,每个大家族限派两个人出赛 所以表面看,已经看不到一些全家都入局的场面 另外,地产财团过去操控大量商界和租业界的席位 如今很多席位都被阿爷腾笼换了 而新的选委多数是受阿爷的影响,而不再受财团操控 产生方式变了,票源不同,能够操控到的人就变了 初来估计地产财团在新的选委会里面只能控制200席以下 在扩大了的1500人选委会当中完全失去了主导权 过去的地产家泛民的不神性联盟完全瓦解 第三,政治精英统治集团开始演出初刑 未来将会由新的选委会提名所有90个立法会议员 他们要拿到选委会五个界别每一界别两个委员提名才可以参赛 而另外选委会也都选出40个立法会议员 另外也会选出行政长官 这是一种权力同源的行政主导体制 背后就是一个精英集团形成广泛的执政联盟 代表跨界别的利益提高施政效率 而不再只是为部分界别的利益说话了 西方媒体批评新的选举制度 从媒小圈子选举并不民主 如果单从政治参与 即是political participation的角度来衡量 如果敢去看民主 新的制度的政治参与水平的确是下降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参与式民主理论 即是participatory democracy 这种理论强调直接民主制度 甚至认为代议政制都不够 要用公民投票的方式来弥补 但是看回现代政治的实践 政治参与越多 民水的问题越严重 造成民众之间的矛盾 不能够离合严重分裂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以打疫苗为例 你觉得美国、英国、法国 可不可以用公民投票的方式来解决呢? 香港回归24年的实践表明 不断扩大政治参与的时候 政治上激进民粹政团兴起 完全瘫痪了施政 经济上 地产财团就和政治派系合流 违逼政府实行各种控制土地供应的政策 推高楼价 香港发展参与式民主 造成政治崩坏、民生困难 解决问题的方向 就只能搞精英式的民主政治了 直至从民主政制 应该代表民众利益的角度而言 过去发展到极端反政治化的地步 以唯一一种标准去选择参选的候选人 而那个标准就是所谓 要无差别地否决预算案 攬炒中共 好了 你做下一个民调 问一下 究竟有多少香港市民想推翻中共呢? 你发觉 只是占极少数 那发展到要攬炒中共 作为选人唯一标准的民粹政治 这种制度民主吗? 它代表了哪些市民呢? 我早前已经说过 选举过后就要搞民生 澳门立法会选举过后就要整顿赌业 香港选举过后就要整顿地产业 从股市反应可以知道 市场人士相信阿爺 今次是玩真的了 另外想说台湾 中国大陆海关总次在9月19日 以从台湾进口的翻轨例子和年曝中 这两种水果 台湾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就说 自从今年3月 波罗称大陆封杀之后 已经针对可能受影响的其他水果进行讨论 而这两种水果对照波罗 他们估计可能要动用新台币10亿的专案经费 来支援农民 据台湾农委会统计 台湾的翻轨例子年产量大约57,000公吨 年曝的年产量大约5万公吨 那年外萧中国大陆的翻轨例子大约是13,588公吨 和年曝是大约4792公吨 分别占总产量23%和9.6% 看来大陆的禁令对翻轨例子的影响就大一点了 台湾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还说 台湾已经告知了大陆 如果大陆不在9月3日之前 对台湾通过现有双边机制解决问题就出回应的话 台湾就会把大陆告到 世贸组织的仲裁机构感化 但是大家都知道 美国对大陆大力开展贸易战 还疯狂加关税 世贸组织都未能处理 台湾这些翻轨例子年曝这些小事情 相信世贸组织就很难跟进了 其实台湾今次 大陆对台湾翻轨例子和年曝出手 和台湾不断推动驻外办事处证明很有关系 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处动作多多 不断地推动改名 今年1月21日 美国总统拜登就职 台湾驻美代表蕭美琴就自己拍照 说获邀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 是1979年以来首次 台湾驻美代表处 还以大肆地称呼自己的代表蕭美琴 其实蕭美琴自去年7月出任刊驻美代表之后 就借特朗普出起的反华浪潮四出活动 去年12月中就成功游说美国78个众议员 联名写信给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 呼吁将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改名为台湾代表处 今年7月中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也通过 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及参与法案 即是所谓老英法案 其中在台湾外交检讨法案当中 要求美国国务卿 和台湾驻美代表处磋商 将驻美代表处改成为台湾代表处 最近金融事报也爆料说 台湾所谓外长一行 在9月中就和美国方面 商讨这个改名的事 民众党立委邱志伟 为同盟陈志杰更加开记者会 呼吁台湾的所谓外交部 尽速成立驻外管署 更名工作小组 把被动为主动 继续推动台湾一百零一处 驻外机构统一改名为 台湾办事处 台湾的改名行动 引来大陆的反应 比中秋至水果销售的旺季 暂停进口台湾的翻轨例子和年幕 相信这个只是开始 台湾大陆的军演 真是越来越有针对性的 9月19日上午 东部战区微博视频号 和香港军事分别发布消息 报道9月上旬 海军航空兵駕鞋战机 穿越重重云雾 飞抵某个海岛上空 并且向海岛上的地板目标 接连发射火箭弹 尽量精准打击 火箭弹 民众把心场面相当震撼 如果台湾再乱搞下去 解放军战机直接穿越台岛 飞到台北上空 只是时间问题 台湾想玩 大陆一定会奉陪的